这是深圳新闻网的配图,并且它报道了一台直线加速器回扣1600万,中央纪委曝光,今年超百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。 这么密集,这么大的量,那就没有一个,没问题的吧。 报道内容称,据不完全统计,8月以来短短数日间至少有10场即将举办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论坛等宣布延期,为啥?人都得抓起来了吧。 此外,还有部分学习班、培训班,近日也宣布延期举办。 今年以来,国内医疗机构主要领导是落马,消息不断,仅一季度,就有60多位医院的领导或者医疗系统的官员被查。 据不完全统计,医经有至少155位院长书记,主要领导被查,数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两倍。 你要是让我去查,我个个都给你查出问题来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曾披露一个案例,一台进口价值1500万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,就是配读了这个了。 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,中间的回扣居然被院长吃掉了1600万。 全烂掉了。 评论,我就不相信主管医疗的一把手不知道下面这些乱象,骗诡论。 评论,有人做,有朋友做医疗器械医药代表的,细节不能说,一年送去的红包,超过100斤重吧。 不送,就得喝西北风。 全烂了。 还有疑问吗? 全烂了,还有疑问吗? 有反证吗? 说没烂。 还有胳膊腿是好的。 还有手指头是好的。 有可能是好的。 是好的。